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北京时间5月14日 洛杉矶胡人即将迎来生死战 后面对步行者和提胡的两场比赛 对胡人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 这会直接决定胡人有没有可能躲开附加赛和库里 虽然说开拓者和足行侠要是一路赢下去 胡人还是得排第七 但是首先先赢下这两场比赛 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 是现在胡人需要做的 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篮坛的第一名嘴 张卫平老师 在接受专访时 公开谈到了胡人 应不应该打附加赛 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胡人不想打附加赛 那就得在最后两场全力去拼命 如果说他们做好了打附加赛的准备 那么后两场詹姆斯甚至没有必要付出 轮休主力球员给他们得到更充足的休息时间 可能还是更好的选择 毕竟胡人今年的伤病问题确实比较严重 詹黄是带头抵制附加赛的 还要解雇提出这个赛制的负责人 可是张卫平指导却认为 附加赛根本不会影响詹黄和胡人的争冠脚步 这位篮坛名嘴可以说是中国篮坛天子 第一号 胡人铁粉了 当初也是科比的铁杆球迷 现在詹姆斯来到了这支球队 但是显然他还是支持胡人的 不管谁是这个球队的老大 都是这样的 而对于胡人即将迎来附加赛的这么一个客观情况 张指导却直言附加赛可以给胡人带来两大优势 第一点 胡人进入季后赛之前一定要保证的是全员健康 他觉得附加赛对于这一点可能会是有帮助的 确实如果说胡人真的准备好打附加赛 那么最后就没必要再拼了 詹姆斯和农梅甚至于后面两场轮休都没问题 他们最差也一定可以排在西部第七的位置上 那么让核心主力们得到休息 球员们的体力也会更好 另外张指导还提到了一个第二大重点 因为今年是一个特殊的赛季 想要夺冠的话 对内每个人都要明确定位 因为进入季后赛 各自球队将会缩短轮转 而这些轮轮里哪些人是值得重用的 这就需要平常的比赛来证明了 今年的这个特殊赛季 各支球队的训练时间都很短 所以真正决定这些人能不能上场的 就是这场比赛了 包括附加赛的比赛 相当于是一个以赛带练的模式 可以通过附加赛 让沃格尔这位冠军教头知道 哪些人是值得信赖的 既然训练不够那么多 打几场比赛也不是坏事 所以从这两点上看 张指导就觉得打附加赛真的并不一定是坏事 打这个比赛是不会影响张黄胡人争贯的 看来张指导看问题确实是比较直接 他就认为胡人应该做出相对来说更理智的选择 打附加赛绝对不是坏事 之前张黄是带头抵制和反对附加赛的超级巨星 现在张指导却公开宣称打附加赛 对于胡人是好事 看来这位名嘴和詹姆斯的观点是有一些冲突的 但是他俩谁说的对 就得看今年季后赛胡人的成绩来说话了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